星期五有鬼 作者 七奇 颇奖 神秘 来人听书 荣誉出品 第七十二集 其实也真的还不到时候 此时此刻必须得冷静 否则那就是害人害己 我忍不住看了一下剩下的人 大家都是很是木人 什么当中 那个骆子齐的语调 变得是阴森起来 开口说 舞会已经开始 请各位寻找自己的舞伴 终于有人承受不住了 开始接受骆子齐的安排 三三两两的结伴跳舞 假命舞会来源于西方的万圣节 西方人认为该日是夏天正式结束的日子 也就是新年一时 严酷的冬天开始的一天 那时候人们相信 故人的亡魂会在这天回到故居地 在魂身上呢 寻找生灵 借此再生 而且这是人在死后 能获得的再生的唯一的希望 而活着的人 则惧怕死魂来夺生 于是人们就在这一天 熄掉炉火 烛光 让死魂无法寻找活人 又把自己打扮成妖魔鬼怪 把死人之魂给吓走 戴着可怕的面具 打扮成动物或者鬼怪 则是为了赶走在他们四周游荡的妖魔 这就是今天全球大部分人 都以古灵精怪打扮 开着这个假面舞会 来庆祝万圣节的由来 讲究的假面舞会 跳的都是华尔兹和伦马 哥们也不会啊 很是头疼 但是很快就发心头疼的 那是有些多余了 因为压根就没人会找我跳舞 兴许师觉着我太出风头了 怕惹祸上身 女孩子们都选择了身边的人 却没有人来找我 等我反应过来 大家都有了舞伴 只有一个没抢上舞伴的女孩 很不情愿的朝我走过来 可到现在 我还是没找到李玲海琳娜 女孩子很大方的把手搭在我的心膀上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跳啊 只能是装模作样的跟着走步 一边寻找李玲海琳娜 哎呦 哎呦我去 哎呦我去 我不停的喊 不知道是女孩子恨我不会跳还是怎么的 总是踩在我的脚背上的 哎呦 踩得我这叫一个机会 高跟鞋呀 踩上去真疼 疼得我都忘记去寻找李玲海琳娜了 急头白脸的小声对女孩说 别当妈猜了 故意的吧你 浪总 你能不能别这么大声 女孩一说话 我听出是艾琳娜的声音 顿时惊喜了一下 同时心中一松 艾琳娜出现了 我的担心就减少了不少 小声对她说 哥们也没有白抽搅 你终于是认出我来了 艾琳娜小声道 你站出来装傻冲露 遗憾好 还一巴掌 我就认出来你了 那一身逗逼的手性 实在是太光辉夺目了 我去都到这地步了 你能不能别埋态我 你看到李玲了吗 艾琳娜摇摇头 带着我旋转 这丫头不会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那小五步走的 愣是带着我 也是像模像样的 艾琳娜轻声道 他们把我带到这么一个 诡异的地方干什么 梅花钩的演奏曲下 我俩的声音很小 基本上别人是听不到我俩说话 可我还是小心谨慎的看了看 其他人都在跳舞 压根就没有人注意到我俩 我小声说 不是我叫你来的 咱们都被算计了 我简单的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艾琳娜小声嘟囔一句 我没听清 估计也是认识我真倒霉之类的话 我小声的说 我和小哥来呢 本来是准备好 要在家里头跟那黑条沟大战 接到你电话 才上了黑条沟的车 你就别埋怨了 小哥为什么不在 有他在 关心许多 我听得出这是艾琳娜的心里话 心里这叫一个不知滋味 感情哥们就这么不值得你信赖吗 我就这么让你没安全感吗 不过 跟李玲比起来 我的确是差点事 咱也承认 可承认归承认 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 一时间 我和艾琳娜都是沉默了下来 过了会儿 艾琳娜轻声的说 小哥不出现 一定有她的理由 咱们都耐心点 别冲动 还有 我来的路上呢 手机上显示游戏规则 当舞会结束之后 我要立刻朝宫蝶外面跑 不能停留 否则会受到惩罚 待会儿舞曲一停 我就跑出去 记住 我会在我的右边下巴上 怀着小道口子 这样呢 即使戴着面具 你也能认出我来 还有 我的手机是三星的 听到艾琳娜说起手机 我忍不住一愣 坚勤对付黑条沟的时候 我在怀里是掏黄服 可是什么东西都没有 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办到的 难道还能留下手机 我忍不住朝宫蝶上的这个口袋里一摸 手机竟然还真的在 为什么对方不把手机收回去 为什么还让我们留着手机 那么同时 我又发现一个漏洞 那就是我们这批人呢 一共是十二个人 配对的 正好是六对 而刚才一个女孩子逃跑 被两个方便勾制服 抬出去了 也就是说 十二人里头呢 少一女子 只能是配成五对 应该多出一男的呀 可为什么舞区中 仍然是六对在跳舞 我把这个发现一说 艾琳娜也感觉到不对劲 她刚才迟迟不来找我 为的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出 我俩认识 装作无可奈何 那只剩下她的时候 才靠近过来 现在听我一说呢 默然无语 沉思起来 好几次舞步都错了 踩着我这脚上啊 哎呀 哥们 想忍着疼 决定 如果下次还有舞会 打死也不跟安琳娜一块跳舞 舞会还在继续 梅花钩们演奏的舞曲越来越激昂 艾琳娜也没有想出什么结果来 我脑子也是乱成一团了 实在是想不出这个诡异的游戏是何人不局 而且城堡又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在现实世界还是 就在我胡思乱想之际 小提琴最后的一个尾音拉长 所有的乐器演奏出了最后一个音符 舞会结束了 耳听得 骆子齐的声音响起 舞会结束 游戏开始 艾琳娜放开我就朝大门跑 剩下的五个女子呢 也是一起跑出去 所有的男人都在原地不动 而此时 舞池的中央 突然多出了两只 红色如雪的水晶鞋 红色的水晶鞋 在这烛光映射下 妖艺的如同染血的怪花 带着美丽的致命威胁和诱惑 随着六个女子跑出去宫殿 舞池中央就剩下六个戴着面具的老爷们 每个人都是惊恐的望着 在地板上的两只红色水晶鞋 就跟着点了雪似的 动也不动 我也不动 仍然在寻找李玲 东张希望的 还是没有认出来 哪个是他 其实这小子很好认 那骨子生人莫尽的冷漠 与生俱来 让人吓意识的 就离他远远的 一打眼就能看出来 哪个是他 今天真是邪门了 就是认不出来 就算我认不出来 哪个是李玲 难道他也认不出来我吗 艾琳娜都找到我了 好不好 就不能给个暗示什么的 我突然想到一个可能 会不会李玲 不在这个六人当中啊 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啊 毕竟我俩 不是坐一辆马车来的 分开之后 我耽误一段时间 是最后一个到城堡的 可如果李玲 不在六人当中 他去哪儿了 难道他找到了办法 隐藏起来 还是被害了 想到李玲被害 我心里咯噔一下 又觉得不会 李玲的本事就不用说了 整天跟那死人打交道 相当的冷静沉稳 这样的人只要不作死 那很难奈何了他 可问题来了 李玲不在这儿 会在什么地方呢 当真是扯不断李还论 千般操弹滋味 赏心头啊 我是相当的无可奈何 这档口 方便老K 挤出诡异的笑容 对舞池中间的 我们六人就说了 孩子们 去寻找你们的未婚妻吧 你们的未婚妻 在城市的三所房子当中 今天将有两人去寻找 至于是谁先找 你们自己来决定 谁找到真正的灰姑娘 王位就将是谁继承 你们将永远幸福的 生活在一起 幸福你大爷 没看见那几个王子 吓得回头哆嗦吗 这你把幸福还生活在一起 啊 其余的几个哥们估计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都是目光复杂的 看着方便老K 我心中突然一动 危急之下 要是鼓动其余的五个人 六个老爷们绑架方便老K 会不会就能了结这一切呢 年头一出 我都是有些按捺不重 使劲吵起于五人 失眼色 但不管是谁 看见我几没弄眼 都把目光挪开了 根本不跟我对视 仿佛我是温臣 真是白下了哥们的魅眼 很快我就感觉到了五个人浓浓的戒备 如此诡异的地方 如此诡异的游戏 没有崩溃就算好的了 还能指望相信别人吗 任何人都不能相信呢 如果不是我经历那么多 诡异离奇的事情 想必也跟他们一样 得不到信任 我也是没办法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沉默中 没有人动态 方便老K 眼睛没人搭理他的茬 跟春菊变脸似的 上一秒还带着笑容 下一秒 那张扑克脸就冷下来了 阴沉的盯着我们 几个人就看着一眼 回了挥手 几个手持力竭的方便勾 突然踏着整齐的步伐而来 立即高高举起 似乎就要朝我们几个人 劈砍呢 高压之下 终于有人是忍受不住了 掺讨时就问 我们怎么选择出两个人呢 方便老K朝几个方便勾 挥挥手 方便勾站住 离我们也就是三五步的距离了 手中的立剑仍然是高高举起 有人已经是忍不住 开始往后退了 方便老K很满意的这个效果 嘴上那胡子一翘一翘的说 嗯 怎么挑选 随你们的意义 但是时间不早了哟 再晚就很难找到 真正的灰姑娘了 十分钟之内 你们还选择不出来 两个人就得接受惩罚 参加舞会的人都是强迫而来 游戏规则也都是对方定的 如今却要让我们自己选择出两个人来 很明显这是一种心理战术 每个人都潜似认为其他人是潜在的威胁 竞争的对手 还能更好地制造紧张的氛围 游戏设计者对人的心理掌握得很好 我虽然知道对方的用意 却没办法说出来 更没办法给另外五个人知道 沈默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没有愿意出头 更没有人想出唇办法来 每个人都是眼神闪烁 目光中充满了恐惧和怀疑 邦皮尔老K等得似乎是不耐烦了 陈生说 已经过去两分钟了 十分钟之内 还没有选择出今天两位王子 我就让武士砍掉你们美人一只胳膊 让你们知道违背国王的话是多么的严重 还是没有人感动呢 都在等待别人出头 人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奇妙 不管被逼到什么地步 只要有人陪着 就不会觉得多么的难受 更不会强自出头 这也是世界上为什么英雄那么少 只在电影电视剧中出现的缘故了 方便老K的脸色是越来越阴沉 我相信他并不是开玩笑 到了这一步也只能是我出头了 反正已经装傻充愣一回 也不差这一次 我开口说 手心手背吧 我不说话还好 一说话 五个人当中 有一个突然就崩溃了 朝我大声的喊 你是什么人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你肯定跟他们是一伙的 要不然为什么 你又很好 又鼓掌 现在又是你出头 我们为什么要听你的 喊得我是一愣一愣的 我怎么 谁都不说话 谁都不出头 我出个办法 还有错了 很快 我就发现还真是错了 因为其余五个人看我的目光 那都充满了怀疑和疑惑 而且我竟然无法为自己辩驳 说得越多越错呀 我能怎么办 只好对那个朝我喊叫的哥们说 那你说个办法呗 别听他吧 大家十六捡的步 一举定神父 喊叫那人啊 嘶哑着说出办法 其余的人都是脸头同意 我突然就发现 这哥们其实知道 我不是跟那个方片开一伙的 否则他敢对我好吗 我就不怕是我暗中做手脚吗 既然知道我不是方片老开那伙的 那么就有两个可能了 一 先捡个软式的捏捏 反正呢 我也不能怎么样的 二 压财是对方那伙的 对着我喊 是为了引起大家对我的怀疑 不管是哪种 老子特骂的恶火 就按你说的办法来 一举定神父 来 咱俩先来 我大波上前 朝给我喊那人对质 那小子没想到 我奔他来的 愣了一下 转头去看别人 别人的眼神都在躲闪 时间是越来越少 这小子咬咬牙 把手背到后面 石头剪刀布 我们俩一起喊 但喊到最后一个字呢 他忽然出手 是石头 我却等他伸出手 看轻如他出手 不 我赢了 这哥们愣愣 突然尖叫啊 他玩来 他玩来 别说呢 别朝方片老K看 想让方片老K给他做主 我冷笑一声 哼 办法是你想出来的 你提出来的 可没说不准玩赖啊 我特意找这小子 其实也是试探 我的确是玩赖了 而且玩赖的理直气壮 我要看看方片老K怎么判断 如果他判断我输了 那就说明这小子有问题 就会知道参加游戏人里头 藏着卧底 虽然知道有个卧底 也做不了什么 因为大家戴上面具之后呢 基本分过诸谁是谁 所有呢 个性的痕迹 全部都给掩盖在了王子庄和假面下 最诡异的是 不知道对方用什么办法 大家说话的音调几乎都是一样 这是我为什么找上这小子的原因了 他是怎么认识我来的 难道真的是因为哥们一身的逗逼气势 啊 是分外明显 我不相信巧合 所以我找上了他 就算不能怎么样 但知道六个人当中有这么个卧底 以后做什么事情 起码心里能多个应对 方便老K的判断很快 想都没想 指着我开口就说了 他赢了 那哥们瞬间就软了 嘴里念叨啊 为什么 为什么 不公平 不公平 为什么 不公平 很戏剧话的一幕出现了 方便老K阴森着说 我是国王 我就这么任性 哎 我去多么逗逼的一句话呀 确实谁都笑不出来 跟我昨天的哥们已经是尾了 眼神涣散 瞬间我就知道他不是卧底 估计先前对我喊叫是因为太过压抑的结果 他的遭遇给了我一个教训呢 那就是在如此诡异的地方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在没有把握之前 只能是冷静冷静再冷静 否则 后果很严重 好 好 感谢观看